人之说已是人,因为他有长在心里的善良,明辨是非的能力,却有感情的动物,千万不要为了金钱名利而变得不择手段 坑害他人,善恶作用暴,天道好轮回,一一照顾好养你的人,教育好自己的孩子 人们常说白菜笑为先,做人如果你没有孝顺,那他这个人是没办法在社会上生存的 社会很多大门都会为他关闭,无论自己混得好与坏,人生存在生存地位,一定要孝顺自己的父母 因为他们含辛茹苦地把你养大,这愁让你在他们老的时候可以孝顺他们一点 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就不可以称之为人 因为乌鸦还知道暴打自己的妈妈呢,孩子也要尽心尽者的照顾 因为孩子是他们未来的依靠,未来家庭的顶梁柱 每个父母都不希望知道孩子整天不入正夜,偷抢爬拿 好事不做,坏事做尽吧,啊,不尊师,已有 老师是我们这辈子的启蒙,他们教育我们知识,陪伴我们成长 无论什么时候,老师是最值得尊敬的 有句话说得好,人日为师,永生为父 可见得老师对自己有多大的印象 所以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尊重老师,爱在老师 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很多的朋友,有的是好朋友,有的是坏朋友 好朋友教你成长,坏朋友教你改变 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朋友,都是命中出病的 无论朋友怎么对你,首先要看清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千万不要为了一些利益,冲突,坑害死的朋友 山不坑梦拐骗,欺负老人,又骗小孩 一个男人要有最起码的底线,无论你经历了什么,生活有多难过 都不要去欺负老人,因为自己也有变老的一两一天 更不要欺骗比自己小的孩子 其实到头来你会发现,无论你坑害的是谁 到最后吃亏的都是你,未来的路还很长 不要把路走开了,人在坐天在看 任何事情都要有轮回的 如果你为了一时的快活,坑害了别人 那么同样的诚华会降应到你身上 只是时间问题 作为一个男人要有长在心底的善良